出奇不易加三恶啊 好像出奇不易加三恶 带的是高级必杀也可以带高级机械 敏虚迷的云游火 10技能的个性野猪精非常的稀有啊 又是一只出奇不易加虚迷啊这个宝宝 比复战的出奇不易都不差了 没有任何瑕疵啊8技能全猴妹不差啥技能 9技能个性的瓶子 鬼匠啊鬼匠的话极限工资 然后打的是五开 全力抓鬼的那种流派啊2400攻击109 12技能鬼匠啊这只鬼匠应该等于中奖的 又是一只鬼匠 来我们一起打开这个 小黄蟹的啊个性口仓库里看看还有啥 他有一堆成品的119G的宝宝 4技能的鬼匠啊这只鬼匠的个性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攻击1600 45加125攻击1770啊1770 13技能的平砍触发地狱烈火带地狱火套的 划魂啊 老板心里想的就是如果有可能每只宝宝都有真正命 8技能个性静腰 6技能工资极限福龙 善恶 宙石 守卫 10技能百毒将军哎我去这个百毒将军 犀牛将军哎我去兄弟们 89级89级啊89级稀有造型的三只宝宝啊 一只西军将军 一只野猪精啊 一只狐宫 一般来讲都没看到过10技能的 狐宫10技能是真的没有吗 好了兄弟们这个老板啊 10技能个性的野猪精我们看下野猪精有没有必战如果野猪精没有必战的话那合成难度应该是 非常难的啊没有天赋技能的合出10技能那大家知道10技能第一天很难合10技能一边很难合没有天赋技能很难合像鬼将大家觉得难合但是鬼将还是有天赋的 所以说鬼将的话12技能以上还是有有挺多的啊 百毒将军啊必带技能 百毒将军必带技能落点水啊他是属于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天赋技能10技能也就是还有的追啊他跟 属先锋的合成难度是一样的 再看野猪精 鬼将天赋是 鬼鬼 欢迎鲨鱼 欢迎米歇尔 妹妹 野猪精啊野猪精 没有 必带技能啊对之宝宝没有必带技能 核手难度夜罗大级别硬核手中的核刀10技能 再看犀牛天赋 再看犀牛天赋 犀牛天赋是有低必带的啊所以说这三个里面最个性的应该是这一只啊 老板你的审美跟我比较接近啊你的审美跟我非常的接近啊我我也比较喜欢这种 八十九级的宝宝 10技能的太少见了你有仨啊这只宝宝可惜是9技能不过4只好 也ok啊 瓶子 这只就是完全服战的了啊 浩如可能是麒麟山的当家同位在麒麟山给麒麟山的小动物挨个虐了一遍维度没有浩子 老板以前卖给王学会一只礼翼啊然后 然后老板核出过多个品类的第一个星球啊可能现在藏宝贾 包括玩家的手里你找到10技能野猪老板的狸猫 花铃啊还有那个王宪的9技能天降 12技能归生相啊 都是老板出的 再打开1号仓库 11技能的狐狐 11技能的鬼将 出其不义加善恶的日游神 老板这只宝宝合成难度高吗 因为最近 这个日游神好喝吗 因为最近武神台流行 利劈啊他技能要求不多这他妈再有个啊 再有个出其不义 利劈 复成难度的 二四哥给我 讲解一下 我要合出一个6技能7技能我要合个7技能吧 7技能出其不义的 从此 利劈打合 闷三反省三天 不需要哭 帮你一下牌鞋的报 啊这只鬼将善恶的话优点是1.3成长 这个倒是我觉得无所谓吧因为善恶有受决 但有受决的领域 其实二四哥就不需要他挑战因为挑战 挑战不过 过几天哪只宝宝排鸟是他 这三只宝宝呢两只不能排实际能排人争鸟有点浪费啊 这只鬼将 带的是一阶燃烫 这只鬼将没排完啊 还能再再再再进化 这只宝技能已经去排好了 十二 十二技能鬼将发现几种鸟 二号招收藏过咱们没有动 零级呢是不可能 啊三号二号都翻过 鬼将工资1770 翻页画文 哎十三技能化魂大林中鸟把那书得干 富龙 咒之守卫叶 一只出席不义善恶两只 虚迷三只出席不义善恶三只出席不义善恶 九技能工资1600加的一只小青蛙啊 红色的 再合纵再加攻击强力再加攻击啊 这只有故事虚迷恶 第三仓库 第三仓库是老板 跟网易斗中中的啊 付出代价 十技能以上的假宝宝野生展示